新竹市东区晴空会大楼火警 造成了两名消防员不幸殉职 今天下午总统赖清德跟新竹市长高洪安等人 一同到新竹市生命纪念园区 向殉职的同仁致哀 不过先前高洪安的亲笔信提到了 已经提高加班费 此外编制人员也提高原额 要改善人力的不足 引起了基层消防员的反弹 对此市府也做出回应 澄清超勤加班费并非六都率先提高 并且会持续争取中央消防员额 新竹市晴空会火警 造成两名消防员李永珍周立新殉职 31号下午总统赖清德前往林堂志挨慰问 但新竹市长高洪安在这回火警意外后 写尽签字的亲笔信却引来基层消防员不满 信中提到市府去年已将筹勤加班费 由17000提高到19000 他认为多出的上班时数可报加班 但政府根本钱不够 事后又因人力不足无法补修 把加2000元说是加薪无法认同 另外市府修订消防员编制原额 由380人增至496人 他也无奈的说 去年报考人数不到2000人 而消防需用955人 最后却只录取351人 对此市府也出面澄清 这个提高之后其实我们原本编列经费并不足以致应 所以我们市长这边也是同意 在第一时间就拨用422多万元的一个部分 并不是所有的县市都有编列到这个19000的一个上限 那其实同论之间都是非常肯定的 消防局表示市府逐年递捕人力 计划人力在120年搭秦一修二的制度 而人事费方面将争取1.2亿元扩编费 判人和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 提升消防员职以来保障 谢谢新竹 众位报道